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 从2月6号起 试点恢复中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中国公民赋有关国家 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 出境团队游重启在即 多家旅游企业公布了出境游的首发团计划 泰国成为热门目的地 我们在1月20号 当天就是把涉及这些目的地国家的产品进行官网 和小程序的上限 我们出发日期首发团是2月6号 一共有两个团 一个团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泰国的普及岛 另外一个是从广州出发前往曼谷 首发团应该是2月8号的泰国 现在报名的情况还比较好 同时的话在泰国当地的话 我们也会安排旅游局的官员来接机 欢迎大家欢迎中国游客来访 我这次首发团出来之后 也是有很多的惊喜价格 再加上泰国它本身就是落地签比较方便 主要是想去那个泰国的夜市 好好的玩一下 除泰国外 此次试点涉及印尼 柬埔寨 马尔代夫等20个国家 为满足旅客需求 旅游企业也开始积极梳理筹备 出境跟团游业务 及时上架相关线路产品 并与各目的地加紧对接 打磨这些产品上线 截至目前呢 我们总共上线了 近700条出境团队游产品 覆盖了15个目的地国家或地区 包含了跟团游 半自助 私家团 以及自由行的打包产品 游客呢 报名泰国 马尔代夫 和埃及的产品 是最多的 我们也成立了这种 十大的这个 出境游的部门 把这个 整个出境人员 进行了一个匹配 首先推出的 就是20个国家开放的 目的地的 这种团队旅游的产品 应该进行全面的包装跟上线 那截至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上线了 200多条的这个出境的产品 恢复出境跟团游业务 对旅行社业务的稳步复苏 是重大的利好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出境航班不断加密 开放国家数量进一步增加 出境游市场 可能在五一小长假迎来爆发 政策出台之后 各大航公司都在复飞 我们这边也是做好了 全力的准备 应时应景 根据国家的政策 适时的推出各类的产品 来满足这个 出境游客的这种需求 我们预计在五一的时候 应该说能有一个 全面爆发的一个态势 我们依然会以泰国为主要的目的地 再接下来会老挝 新加坡 包括柬埔寨 这些目的地 随着春秋航空的更多航线的开辟 不仅仅是从上海出发 会从宁波 南昌 兰州 石家庄等多地 那么这样子就会让更多的中国公民 从不同的地方 以最便捷的方式 前往这样开启 2023年的这个出境游